現在是因為韓國瑜 我們不用擔心 這些捐款會被濫用 可是那這時候我們就要問了 中央政府你在幹嘛咧 就陳如剛剛縣長講的 哪一筆錢花下去不是錢啊 光是一個能源政策 20年兩兆的錢浪費下去 他眼睛睫毛眨都不眨了 眼睛眨都不眨一下了 可是關乎這樣的救命錢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我們還需要敵人嗎 我們有這樣的政府 我們還需要敵人嗎 就是眼看著你最好是怎麼樣 心裡的OS是說 怎麼能夠給你錢呢 那最好那可能就最好 就是說你死的人數 你往生的人數要高過城局 要高過賴清德 要高過2014年2015年嘛 是不是你是不是這樣想的呢 所以你們嘴角還帶著 那種忍不住的效益啊 已經自己的南部地區 已經20個人被傳染了 你們還帶著那種 幸災樂禍的心理啊 我真的覺得你配 你真的配當中華民國的領袖嗎 你真的配嗎 你今天在說韓國瑜到處 趴趴走的同時 請問你蔡英文在幹嘛呢 你到各處去巡視 你是在選總統 還是你真的是為了公務行程呢 我看你才是每天走來走去 不知道在幹嘛 根本就不是在為了台灣的政務而努力嘛 你是在為你的選舉天天在作秀嘛 然後這個時候還有臉反過來問這個韓國瑜說 哎呀你要多關心一下高雄市政哦 不要這個這麼分心去做別的事情 那請問你蔡英文在幹嘛呢 今天這件事情不嚴重嗎 我還要講到 不是只有人命關天的事情 花蓮都是這樣啊 花蓮那個時候國六延伸的事情 明明就是蔡英文曾經許諾過的政治承諾 今天算一回事嗎 今天是悍然拒絕 今天所有民進黨過去堅持的價值 包括公投法 我們說剛才那幾位立委為什麼跑不見人 說不定就是因為這個 我們知道呂副總統今天也看不下去了 過去的鳥籠公投不是洋洋自得嗎 不是民進黨拿來當成政機嗎 今天只要這個鳥籠公投 一被打破了以後發現是對我民進黨不利的 不得了啊 趕快不惜花費更多納稅的預算 大家知道為什麼公投要跟大選綁在一起 很簡單啊 你的票數就是要那麼多 當你沒有跟選舉綁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根本不可能通過那個關卡